接着来看照片吧 这是您吗 这是我人生第一部电视剧 当时山西电视台拍摄的一部电视剧叫镜子 而且这个演员当时是我们山西省画剧院 最漂亮年轻的女演员 就这一个小的电视剧上下集 我们还要去公园去体验生活 拉着手就是体验生活 是您主动提出的吧 不是 真的呀 你特激动吧 特激动 看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年轻时候特帅 但其实我后来想 王老师现在也保持颜值在线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听说王老师健身特别厉害 这个我真得说一下 王老师在我舞台上 就跟着我们的嘉宾一起做 能做七八十个服务称一口气 完全没有问题 是吗 来试试吧 王老师您这个健身是为了减肥 还是为了塑形啊 两年前呢 我发现大家比个服务称什么 做三个就觉得 很有可能想贴在地上 他觉得自己老了 突然意识到这样不行 肚子也很大 后来我就在想 要不要先把肚子剪下去 结果把肚子剪下去之后呢 发现没有脂肪撑着 人会显得很苍老 我就有点不能接受 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健身 再把这些肌肉再长起来 当肌肉全部附着在你的 这个骨头架子旁边的时候 人的这种状态就回来了 人苍老就是因为你的肌肉 不能帮助您的这个骨头架子 立得直直的 所以走到它才脱 它撑不住了 把流失的肌肉重新恢复以后 人自然就是斩的 当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我想和我们亲爱的观众 在一起多做一些节目 给他们看 太好了 没错 我们再看看 这个照片还挺多 这个一看就好幸福 这其实跟第一张那个照片 是有呼应的 我的爸爸妈妈 如果说你要花钱让他出去 他会坚定地拒绝 告诉你最近身体不好 我就不出去了 后来王芳说 他们可能就是舍不得你花钱 你就跟你爸说 是我掏钱 如果你们要不去 这个钱也就白打了 就是送回去了 我爸说你等一等啊 我跟你妈 那个看看你妈现在干啥的 过了五分钟 我爸打过电话来说 你妈说身体好了 我们可以去 所以其实这个孝顺老人 还真的是要有方法 是 他都六十了吧 他爸他妈一来了 往那一坐 他就沙发上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他爸坐这 他妈坐这 他往这一躺 脑袋就躺着 他爸他妈腿上 他爸他妈就给他糊了着 就六十了 真是不像 这个年龄段的人啊 其实他是对未来是有 恐惧 有恐惧的 他总希望跟你多一点这种交流 这个我爸爸年纪大了之后吧 他总想做点你想不到的事 他经常就给你突然写一首歌 我那作曲家朋友好几位呢 他就找人家 人家就居然给他写了 写了之后我顾不上唱吧 汪正正自己就弄个棚什么 就录了 然后非说这是他的主打歌 后来有一天 我妈突然跟我说 说你爸爸说 不知道我活着的时候 我儿子还会不会唱我这首歌 一下这话给我说蒙圈了 后来当着父母的面 在一档节目当中 唱给了他们 那一天我爸爸真的 他的那种状态 真的就像是一个 想要一块糖 家里买不起 终于有一天那块糖 这个吃到了 吃到以后舍不得吃 激动地在那哆嗦 浑身颤抖 听完了那首歌 后来这首歌在 短视频网站放上去的之后 一下子来了一千多万人看